下来继续关注印尼的地震灾情 之前遭到强震袭击的印尼余波未了 如今当地再发生地震 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 地震震央位于佛洛勒斯英德市的西南部250公里处 接着离市五条九级的地震 大约15分钟后再发生离市六级地震 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 也没有传出伤亡报告 印尼当局刚刚宣布 目前这场天灾的死伤人数 已经攀升到1234人 为了避免爆发传染病 所有死难者的遗体 集体下降在一个大坑内 镇的屋子都坍塌了 栽离在废墟中走着 各方惊魂未定 但又在镇了 印尼南部岛屿佛罗伦斯岛 今天接连发生两起规模 分别达到5.9和6级的地震 第一起地震发生在我国时间 早上7点59分 深度大约10公里 第二次的地震 深度则为30公里 当局没有发出海啸警报 目前没有传出任何的伤亡报告 强阵来袭的时候 树被连根拔起 车子浸泡在水中 回想起大地摇晃 崩裂的那一瞬间 幸存者心都寒了 在后 当地政府当务之急 除了是马不停蹄展开救援行动 也致力于修复 Palo市的机场 并恢复当地电流供应 216 personel PLN masih memperbaiki gardu hindu dan jaringan listrik 昨天晚上8 genset PLN telah diterbangkan dengan menggunakan pesawat Hercules TNI AU untuk disebar di Posko, Palu, dan Dunggala diharapkan PLN menyelesaikan jaringan listrik ini dua hari ke depan maksimum 除了物资粮食供不应求 当地也陷入燃油短缺的窘境 车子大排长龙 为的就是把油填满 准备到灾区 把家人接回家 天灾威力不容小觑 微星图显示 当地地理环境发生变化 这是帕鲁市的原貌 而这是10月1号 重创后的帕鲁市 沿海地区的桥梁 码头 道路 商场 灰鱼一旦 印尼苏拉维西 四天前发生7.5级地震 掀起近三公尺高的海啸 目前 罹难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 预计将持续上升 当地除了满目疮痍 扑鼻而来的是 阵阵的丝臭味 由于担心遗体腐败 在引发传染病疫情 印尼政府不让家人 领取遗体 直接用挖掘机挖坑 集体埋葬上千具的遗体 NTV7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盐